糖尿病的肾病变经常发生在年纪比较大的人身上 或者是糖尿病离病的时间比较久 血糖控制不良 血压血脂控制不好 糖尿病患者同时肥胖或者抽烟 生活习惯不正常 经常吃止痛药 也比较容易产生所谓的糖尿病肾病变 因为糖尿病肾病变经常也会合并 其他的大小血管的病变 例如说心脏病或者是小血管 包括视网膜病变 神经病变等等 那比较严重的刚开始的症状 我们看到也许从我们的苗蝇里面 可以看到小便有泡泡 那随着时间离病的时间久了之后 可能会产生水肿的问题 那这些水肿当然包括胜功能不良下降 产生这个缘分的聚机 那会造成我们的脚踝虾肢的水肿 那一般来说慢性肾脏病 我们最常见的定义就是超过三个月 肾功能就是所谓的肾丝球过滤率 效率60以下就会称之为有慢性肾脏病 糖尿病肾病变相当特别 如果抽血检查肾丝球过滤率一开始变高 这个阶段叫做高过滤期 控制血糖是治疗的基础 建议患者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左右 并且和医师合作制定个人化的血糖管理计划 我们的肾脏是不是有发生了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要从每年一次增加到 每三个月或半年要来检查一次 通常都是要今年累月之后 疾病进展到很末期 才会有出现一些像是双下肢水肿 呼吸困难 或者是血压偏高等等这一类的症状 那所以糖尿病患者呢 除了要固定抽血检查之外 在回诊的过程当中 也都会安排尿液这样子的检验 那糖尿病的肾脏病变 是一般人都会感觉很恐慌 尤其根据统计 在台湾目前初次透析的发病原因 最常见还是以糖尿病肾病变为主 大概占了46%左右 所以一旦有糖尿病 必须要在早期就积极的控制 才能不会引发像这种严重的后遗症 糖尿病患者长期受到高血糖影响 会导致血管病变 肾脏是由众多微血管组成的器官 长期的高血糖会损害微血管 使得血管调控能力下降 产生超过滤现象 迫使肾小球过度工作 逐渐加速肾脏损伤 糖分也会造成肌理膜受损 使蛋白质不能被好好的留在血液中 不仅如此 糖尿病对全身血管的影响 更可能影响心血管疾病 中风等并发症 这些全身性并发症 会回过头增加肾脏的负担 当肾脏受到长期损伤 会逐渐进展成慢性肾病 糖尿病肾病变 是慢性肾病中最常见的成因之一 属于慢性肾病的范畴 糖尿病肾病变的病人 必须要每一年 甚至每三个月半年 都要固定去验尿的一个原因 尿中的白蛋白呢 它的显现呢 一开始呢 会出现在我们验尿的过程中 正常是小于30 那大于300呢 就正式宣告 我们已经罹患了糖尿病的生病变 初期的糖尿病是 生病变是症状是不明显的 那如果我们要仔细地去看的话 可能可以从我们的小便里面有泡泡 或者是说比较严重的话 也许会下肢都会水肿 走得可能会喘 再更严重的话 可能会觉得疲倦 或者是贫血 这些症状都会来出现 医师提醒糖尿病患者 应该积极管理血糖 并定期监控肾脏指数 若检查中发现肾脏功能异常 严重蛋白尿 甚至早期尿毒症等情况 因禁早治肾脏科就诊 减少进入洗肾阶段风险 TVBS新闻 陈如环 肖云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